王先生介绍 这件蒙可赖品牌羽绒服 是今年6月份 在咸鱼上买的 花了1500块钱 然后我在12月份的时候呢 因为它有点小了 我就把它想出售了 出售了 出售了以后 在出售的过程中呢 那个淘宝咸鱼说 我销售的是一件假冒产品 把我销售的账号 整个就封掉了 12月17号 王先生的咸鱼账号 被限制发布产品 说是涉嫌出售假冒商品 商品就是这件 蒙可赖羽绒服 王先生说 他这件衣服 可以通过蒙可赖品牌的 官方验证 现在被平台判定售假 他没法接受 他在验证过程中 必须要让你 让你找到他 这条衣服上的防围标 他会提示你 让你输入这串 唯一的防围码 防围编码 输入以后呢 他会让你去来 核对他这个 洗标上的一些数据 信息 跟他是否是核对的上 核对上以后 你就衣服就能注册成功 核对不上就注册 王先生在咸鱼平台上 询问过当初的卖家 这件衣服是哪里买的 对方说是亲戚 从欧洲带回来的 没有凭证 随后 王先生也联系了 蒙可赖售后 提供防围编码等 相关信息后 对方发来一封邮件 说所购买产品 确认为蒙可赖授权产品 王先生表示 自己把这些材料 都提供给了咸鱼小二 但对方回复 未提供商品为 正品的凭证 后面审核人员认为这些 就他提供了几个字 回答你 他不跟你解释的 那你最起码你要 你要跟我说 那你的凭证 比如说 你哪里是不真实的 或者说我的凭证 你是做假的 那他要停止 侵害我的这个名誉权 他说我是受假 连品牌公司 都已经说我这是正品 记者把情况 反映给了咸鱼公关部门 对方表示会做调查 王先生愿意再等等 如果这一次的结果 还是不满意 他考虑采取法律途径维权 腰博黄剑 继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